这个在车流中发小传单的小伙子名叫小三 他来自平武的农村 每当工作之余 他都会跑来发回传单赚点生活费 他的正式工作是在一家云乐城当服务员 虽然工资不高但也不会太累 这里的经理牛姐很照顾他 最主要的是他还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女朋友树岩妹 这让同样喜欢树岩妹的前台小哥非常郁闷 但也无可来何 最近小三读大学的弟弟需要一台电脑 所以他才这么努力的赚钱 希望能用一千块钱从刘姐手上买到那个既便宜 配置又高的电脑 每天内死内活的小山让树岩妹看着十分心疼 也正是他这份积极向上吃苦赖辣的性格 让树岩妹爱上了他 这天江湖上的大佬徐楚大哥 带着小弟和一帮朋友过来打麻将 中途树岩妹进来送啤酒的时候 徐楚见他有几分滋涉 就伸手摸了他的腰一把 还不断的用言语调戏他 他的朋友们哈哈大笑 树岩妹委屈的不行 一个人跑到外面悄悄落泪 小三见状上前安慰 可做的就是服务行业 这种委屈在所难免 他只恨自己没有能力 给树岩妹更好的生活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徐楚的房间有什么事的话 他就顶上去 徐楚今天上来的手气很势不顺 不断的点炮输了不少的钱 小弟叫了客房服务 准备再拿点啤酒来助助心 可以看到是小山进来 那个想见到的树岩妹居然没来 徐楚很生气 当即把小三赶了出去 点名让树岩妹进来 小三没办法 只好将这件事告诉了经理刘姐 得知事情的原委 刘姐也没办法改变 只能安慰树岩妹要忍耐 不得已 树岩妹只好再次走进了包间 这次又被欺负了 出来后的他哭得泥花待鱼的 小三也只能干着急 以徐楚的江湖地位 他们谁也得罪不起 风水轮流转 徐楚的手气渐渐好了起来 很快就把几个朋友迎光 钱都输光了 排局也就散了 徐楚很高兴 给小弟分了500 就拿钱准备买单离开 他们都没注意到 徐楚在装钱的时候 不小心将茶匙上的钱包碰到 掉进了垃圾桶里 出门见证的时候 又看见了树岩妹 徐楚色性大发 再次调戏起来 这次小三再也忍不住了 冲上去就要干他 可立马就被徐楚震慑住 还被小弟皱了一顿 幸好刘姐出来的及时 徐楚给了刘姐面子 这时就没跟小三计较 但徐楚走后 好心的刘姐给小三上了一课 这种人得追不起 要是想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 就必须学会忍耐 随后安排小三 打扫徐楚刚刚打牌的包间 小三打扫得很认真 把徐楚插鼻涕的纸巾 都扫得干干净净 全部倒进了垃圾桶里 同样的 他也没注意到垃圾桶里的钱包 然后把垃圾打包好 丢进了门口的大垃圾桶里 这边 徐楚和小弟吃完饭后 准备买单的时候 才发现钱包忘记来了 小弟帮忙想了一下 估计是那在娱乐城里的包间里了 他还顺便给徐楚出了一个主意 就说钱包里有三千块钱 到时候让娱乐城多赔一点 两人立马掉头返回了娱乐城 在包间找了一会 结果没有找到钱包 徐楚很生气 来到大厅大声质问 是谁大上的房间 这一嗓子让所有人都害怕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但只包不出货 尤姐只好出面 坦白是小三收拾了房间 徐楚当即让他把钱包交出来 说钱包里有三千块钱 但小三根本没拿钱包 当然不会承认 可现在种种的迹象都表明 小三就是小偷 因为只有他进了徐楚的包间 无赖之下 尤姐只好先稳住徐楚 让他们稍安物照 然后把小三单独留了下来 让他把钱包交出来 他有办法让徐楚不再找他的麻烦 只要交出钱包就行 小三很激动 没头就是没头 现在连牛姐都怀疑自己了 最终牛姐还是选择相信小三 他让小三好好回忆 打扫式的情形 小三说 地上一地的纸巾 他扫完就到垃圾桶 扔掉了 牛姐立马反应过来 该不会钱包掉在地上 被小三扔掉了吧 两人立马去卫生间的 大垃圾桶翻着 但只是找到徐楚 插鼻涕的卫生纸 钱包竟然不翼而飞 这下更没法给徐楚交代了 徐楚也失去了耐心 打电话叫来了三个小弟 要把小三带走 牛姐还在护着小三 希望给他时间查明真相 但徐楚已经失去了耐心 该给的面子都已经给了 现在无论如何都要把小三带走 小三见情况不妙 撒腿就跑到外面 拨打了110 不久警察感到 所有人都被带进了 进局接受调查 连跟徐楚大派的三个朋友 也被叫了过来 在没有确凿证据 证明就是小三偷住了钱包的情况下 警察只是简单的做了笔录 扣押了他们的身份证后 让他们各自回家 但打麻将属于赌博行为 徐楚和三个朋友 都被罚了2000块钱 这下可让徐楚丢尽了面子 不但钱包没找到 还要搭进去几千块 更主要的是 以后还要被朋友笑话 这口气他咽不下 在小三出来的时候 徐楚威胁他 从今天起 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以由牛姐一直袒护小三的原因 徐楚同样威胁了牛姐 让他以后牛恶心眼 牛姐深知徐楚的手段 当机让小三和树严美 收拾东西滚蛋 否则真的遭到了徐楚的报应 他们谁都吃不了都这种 就这样 因为一个钱包 让人失去了工作 身份证也被压制了警局 短时间内找工作也不太可能 又过去了几天 树严美终于崩溃 他大声质问小三 到底有没有偷钱包 偷了的话就赶紧拿出来 谁都知道他差钱给弟弟买电脑 那个钱包怎么看都是小三偷的 小三怎么也没想到 连自己最爱的人都不相信自己 一气之下给了树严美一巴掌 树严美也没吃鸡 这可是小三第一次打他 哭着跑出了出租屋 从那之后 树严美再也没有找过小三 小三没有工作 只有继续发小传单过生活 肚子在饿也不敢乱花一分钱 因为读大学的弟弟又打来电话 吹着要买一台电脑 小三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都是一些零钱 只有700多块 他把零钱拿到银行 兑换成了整钱 然后来到余乐城 找刘姐买电脑 却被告知 刘姐已经不在这里上班 并给了他刘姐的住址 当晚 小三就找到了刘姐这里 可刘姐不在家 他只好去到天台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小三再次按响了刘姐的门银 这次刘姐开了门 见到小三 她也很开心 热情地邀请她进来 小三就在注意到 刘姐走路 一瘸一拐的 眼上还有伤痕 询问之后 刘姐说自己不小心 被摩托车给撞了 并无大碍 小三心里清楚 这明显是取杵干的 都是自己年龄的刘姐 她很是过意不去 但刘姐不在意这些 只要以后安稳就行 现在她又换了一份工作 并把舒颜妹也带了过去 那个前台小哥 见舒颜妹离开了 舔着个脸也跟了过去 小三只在想起舒颜妹 希望能见上一面 刘姐当然不会拒绝 第二天夜里 小三和舒颜妹 在娱乐城门口终于见面 虽然两人吵了架 但心里其实都爱着对方 很快便和好如初 接下来的几天 只要有时间 两人都约走出去散步 感情也迅速升温 这天 与姐的电脑终于寄了过来 小三很高兴 这样弟弟就有电脑 可以用了 山人都很开心 牛姐今天打算包饺子吃 庆祝一下 小三完成了一个小心愿 就在牛姐和舒颜妹 进到厨房的时候 门口响起了门铃声 小三刚打开门 就被一群大汉打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才看清是许楚和她的小弟们 许楚一刻也没有忘记 报复他们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 他们的下落 牛姐的伤 确实就是她干的 今天好不容易 有了他们的消息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轻易离开 小三这时才醒过来 发现牛姐和舒颜妹都不在屋里 她大声地呼喊 舒颜妹的名字 猛地推开房门 才发现 至此轻暗的女人 已经被人招踏 舒颜妹正一个人 全说在床脚 无助地哭泣 许楚关上了房门 拿出匕首指着小三 她只想从小三口中听到 钱包确实是她偷的 要是再敢狡辩 那就只好动刀子了 然而就在这时 楼下传来了一阵 惊恐的尖叫声 小三慌张地跑进了房间 才发现舒颜妹已经跳窗身亡 心安的女人死在自己面前 让小三顿时就崩溃了 舒颜妹的死 也让许楚久久地愣在原地 她没想到 落出了人命 小三一步步走向她 突然夺走了她手中的匕首 狠狠地斥了下去 红极一世的许楚歌 就这样结束了她 辉煌了一生 很快 警察带走了小三 围观了人群中 前来小哥一年的惋惜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那么问题来了 驱逐的钱包究竟去哪里了呢 影片的最后给出了答案 前男小哥 独自划着小船 来到河中央 掏出了口袋里的钱包 钱包为什么在他身上呢 这还得从头说起 前男小哥 其实也一直喜欢舒颜妹 只可惜被小三 截住仙灯 他一直怀恨战心 正好那天碰到了许楚 丢失钱包一案 在寻找钱包的过程中 他就已经想到 钱包已经随垃圾丢出去了 于是假接上厕所的时候 翻找了一下垃圾桶 果然发现了钱包 然后悄悄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藏了起来 后面的事情顺利成章 小三撕去了工作 刘姐带着舒颜妹和前男小哥 换了工作 这样她就有机会 追到舒颜妹了 随着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小三居然又和舒颜妹 和好如初了 前男小哥咽不下这口气 偷偷地打电话 告诉了许楚 小三的行踪 这才有了少民的故事 她其实也是很后悔的 这样不但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 反而害了自己心爱的人 一条性命 所谓多行不义 必至必 前男小哥也是一样 后来她不知去向 听说已经死了 死于吸毒 要不是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她也不至于透支自己的生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是你的 终究会是你的 不是你的 哪怕你费尽心思 得不到的还是得不到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人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 那些身边看起来 人出无害的人 不知你不知道 尝着什么坏心思 好了 听到这里 请忽略我的葡萄花